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他是Oli 今天蘋果在凌晨的時候發佈了 上半年度的春季發表會 那春季發表會這次到底會發表哪些亮點呢? 大家記得先訂閱 按讚 分享 Oli對不對? 好 那我們3 2 1 開始 好 那個發表會發出後呢 我們先講一下發表會的地點 他一樣是在Apple Park的Steve Jobs Seattle 就是在他的腳博士的劇院裡面發布 我相信接下來有很多產品 都會在這裡面來做發布發表的動作喔 他這次發表的主題叫It's Showtime It's Showtime 其實他在2006年的時候 也有一樣的主題 當時的主題是發表iTunes裡面有電影 還有Apple TV的電視盒正式在做發布 所以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外媒都會說 會不會這次發表都是軟體服務為主 硬體為輔呢? 我相信應該是對的 不過我們還是先從這次發布會 外媒流傳的一些消息 來幫大家匯成一個總整理 好那我們先從他這次發表會 It's Showtime的軟體來說起好了 Apple一直想要推出跟Netflix一樣 做影音的訂閱服務 包含裡面有自家的Apple影音的訂閱內容 自家的原創的可能影片 影集還有一些其他他可能跟人家一起合作 跟Netflix的形式有點差不多 這個是自家的訂閱服務 影音的 再來另外一個是新聞的訂閱服務 也就是說他會在自己的新聞的App裡面 出一個月費制 這個月費制就包含了你可能 美國的各大媒體的新聞 你可以用訂閱的方法 然後付一點費用 你就可以全部都看完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這次其實都很聚焦在內容應用上 其實在iOS 12.2 你裡面接下來我覺得應該在這個發表會有會有公佈 它裡面也可以看得出一些彌端 還有就是也有傳出來 蘋果也想要做遊戲的一個訂閱服務 但這一塊其實目前這樣子看下來 大家捉摸度比較不高 那我覺得但是以這次來講的話 應該在這一塊會佔了很大部分在做發表會的時間 好那再來講到還是有一些傳聞 會有硬體的那個發表 以一般來講的話 春季來說它的硬體的發表 你可以看到都是平板絕對是會有的 所以我們就先從平板開始講起 以平板來說的話 去年3月其實有發表iPad 9.7吋的平價版本 好那在今年的部分 應該就會出一個第七代 那我覺得外觀應該不會改變太多 然後只有做裡面的一些晶片跟容量的一些升級 好那當然大家其實比較期待的是iPad mini iPad mini這一代的新款 齒寸大小應該也是不會有變 大概是落在7.9吋 好一樣它7.9吋以外 Touch ID這些全部都會留著 那一樣會去升級所謂的裡面的晶片 可能會到A10的處理器 那如果它升到A12處理器 哇這樣子也是超快 好那還有就是容量的更新 還有有可能會有不同顏色版本的新款的iPad 或iPad mini 還有就是大家也傳很久 而且在iOS12.2裡面好像也有看到一點 就是第七代的iPad 然後第七代的iPad Touch 其實它的上一代是在2015年 你有沒有發現到 哇已經隔了2015年2019隔了4年 好那我相信它要發展這個iPad Touch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接下來有那麼多的服務 你有一個iPad Touch也可以看 甚至於它的價格也不會這麼的貴 所以我覺得iPad Touch也是大家可以期待的 好那接下來當然就是除了iPad以外 大家很期待就是AirPods 2 AirPods 2這次一樣 它現在傳出來是有所謂的黑色版本 然後充電盒它會變成無線充電 而且其實它在發表會後 應該第一代就會正式停產 然後直接都開始開賣第二代 除了無線充電以外 一樣你可以支持它可能會把一些健康的一些東西 放到這個AirPods 2裡面 當然它在音質上面它的提升 會把低音也把它提升上來 這一次它也會加入一個叫做抓耳力 抓耳力什麼意思知道嗎? 就是它可以放進去以後 讓你的耳朵可以更防滑一點 更不容易掉 好那這一塊其實會在AirPods 2更新 那價格呢 我是希望呢 如果能跟第一代是差不多 那就OK 但是如果貴個500塊錢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還沒公佈價格 貴個500塊錢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啦 那最後呢 當然就是AirPower 你看已經講了整整一年多了 AirPower也是我自己 非常期待的一個商品 AirPower呢 它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 你今天把有支持QI充電的產品 放在這個板子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呢 它都可以充電 好那前一陣子我是不是開銷那個山寨版 沒有看的話 我連結放在上面 還有呢 我之前也開銷過那個 到山寨的AirPods 2 我連結也放在上面 好那還有就是 那這次的iOS 12.2 它到底有更新哪一些 我接下來影片呢 會跟大家講 好還有一些iOS 12沒有跟大家說的事情 那我也會拍影片跟大家說 還有一個產品呢 是 我個人覺得不大可能 但是現在網路上傳得沸沸揚揚的 尤其是在外媒 包含韓國媒體啊 然後美國的一些媒體 他們都說 其實在這次春季發表會呢 會有多了iPhone SE2 第二代 第二代呢 目前傳出來的功能有哪一些呢 好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欸你們很期待嗎 你們是不是很想要iPhone SE2 因為我看到好多人在我下面留言 不是在這一則啦 是在其他的蘋果的一些訊息留言 一直在問我說 到底iPhone SE2會不會出 沒關係 我先把外面留言整理給你們 好我們目前呢 來看一下 網路上的一些留言的流出照 還有一些合成照 在旁邊 包含已經也有人把iPhone SE2的那個保貼呢 也把它公布出來了 好那目前呢 它的正面就是全面屏 也就是說呢 一樣沒有後面鍵 但是呢 用成手勢操作 就跟iPhone X iPhone XS 甚至iPhone XR一樣 好 然後 但它背後呢 一樣是單鏡頭 那單鏡頭的鏡頭的部分呢 它是突起的 好那 背後鏡頭呢 是1200萬畫素 正面的鏡頭是500萬畫素 也就是說 背後的1200萬畫素鏡頭呢 它的拍照的能力 應該會跟iPhone XR 能力是差不多的 那一樣 蘋果一直在推無線充電 所以呢 在iPhone SE2呢 也會有無線充電 只是說目前我看完以後 裡面只有一個遺憾 就是它的電力的部分 它電力只有1700毫安時 那這個電力可能 怕大家可能使用上會不足 但是它裡面的處理器 應該也會更新到 至少A11 A12的這個等級 好那這個是目前 RAM有可能是3GB或4GB 這是目前呢 在網傳好多人都在等 因為他們想說SE2的尺寸 也是他們喜歡的 好那所以 傳的好多 但我個人還是 不認為在這一次會發表 但如果這次發表的話 我就在發表會後 我準備一個產品讓大家抽獎 好不好 所以 講了這麼多 你們 期待這一次 Apple的春季發表會嗎 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對對對 沒有 我有準備一個東西啊 就是這個 我發覺大家現在很喜歡抽獎 那要不要抽獎呢 這個是我昨天去參加那個 騰訊台灣的那個 就是WeChat的春酒 他送了一個這個禮物 這禮物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你們有想要嗎 有想要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我想要那個抽獎 當然我們還是繞回蘋果的春季發表會 有任何進一步的狀況 還有發表會當天結束後 我也會趕快錄一段視頻 跟大家分享 我的看完以後的心得 好不好 那大家好 什麼任何期待 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下面訂閱 放進去 我們赴點 公子 我去看 那邊 我們來自己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